潘兆聰 恐怖在戰 事緣大概上星期 有些朋友聽眾來 在第三節收費時段跟我們說 他在深圳認識了一位女士 這個女士是誰 什麼名字 在咪後就告訴我們 我們也找回資料 原來是一位姓馬的女士 叫馬維青 我們先看看她以前的樣子 這個報道應該是1988年的 你看 很漂亮的 風雲遊傳 那時候88年她應該很漂亮 這張照片真的很漂亮 她簡直是明星模特兒級 我也覺得是 張子儀的感覺 挺有氣質 真的漂亮 她眼睛大大 鼻子高高 她說是有些不是很… 我覺得是有些混合的 有些少許 像明星多過像一個… 你說她懂得特異功能 還要女超人 是啊 她為什麼會說女超人 當時就是她和我們剛才所說的一位朋友 張寶勝 張寶勝 是同期的 即是一男一女已經包抄了 一個人以為是中國第一男超人 那她就是中國第一女超人 沒錯 我再在網上找到一些小資料 現在跟大家一起讀出來說 就是90年代 很多人說說這些特異功能 跟張寶勝同期出現在南海蛇口的… 海南蛇口 是的 海南蛇口 有一個有狐仙背景的神人叫馬維青 然後香港有些記者也採訪過她 因為她跟我們說 甚至有一位叫阿樂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誰 其實我也知道 因為她好像在加拿大 很出名 這個人在明報寫了很多專欄的阿樂 也寫了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當年她的文章很受歡迎 因為她找到很多奇人 怪事寫的叫阿樂 她也接觸過馬維青 當年她好像曾經來香港幫某些明星醫病 沒錯 以她所說應該有梅艷芳 一種藝人 當時很多大家所認識的巨星都找她去醫治 是這樣的 奇聞雜誌有很多專家博士都見過她 也去考證她一些東西 其中叫做隔空取物 隔空取物其實張寶勝也是有名的 在藥瓶裡拿藥出來 對 這些東西 而這位馬小姐都說是做到這件事 甚至乎我們那位聽眾 那天打來有説她親眼見過 馬小姐將一塊葉 由大變小的情況 這裏都有寫 八百年的時候她已經懂得這件事 對 還有測字 她沒有看過葛順鋒裡面什麼字 她能夠不用看 或者聞一聞就知道裡面是有什麼字 這些就是她們大同小異 可以這樣說 但整件事最令人覺得奇怪的是 咦 為什麼會說是狐仙的呢 如果張寶勝 我們沒有聽到那些資料是 什麼仙的託誓 就沒有的 整件事最有趣的是 她說是狐仙的託誓 這個才是我們節目裡面 會想說的一件事 如果是第二功能的 就不如我們節目裡面 沒錯 還有她跟我們討論 她九歲的時候 就開始有什麼呢 有個神仙跟著 沒錯 她說她每晚都看到三個小神仙 是嗎 她原先是有一個神仙跟著她長大 她也說過在她家裡的牆上 只有她看到 她的牆上有一個位置 有一個磚 有一個磚沒有了 就套進去 但其他人看不到 其他人只看過磚 她就看進去 基本上那個磚的套位 已經有一個房間 有一個小小神仙 就直接住在一邊 有桌子椅子 一直陪著她長大 奇怪的地方 就好像另一個空間 她看到 有幾個 她聲稱拍照 當時拍到她看到 甚至會被人看 好像隱約看到 但現在的照片就沒有了 不知道她是哪裡 以前小時候會覺得 這些人為何這麼奇怪 以為人人都看到 但其實不是人都看到 只有她看到 沒錯 直至那個小神仙 有一天突然跟她說 我要離開你 但不要緊 我會叫三個 他們說三個 剛剛你說的小神仙 下來陪她 其實就是 那些就是狐仙 沒錯 狐狸 是不是叫狐仙 還是狐狸精 還是怎樣才算 我真的不知道 總之跟狐狸有關的事情 是的 所以被人誤以為 馬衛青小姐 就是狐仙之一 但原來 當時以她所說 那個神仙 和那三個狐仙 都稱馬衛青小姐 不是狐仙 她是狐主 是的 叫狐主 她不是狐仙 叫狐主 她是狐狸的主人 那些狐仙的主人 我覺得是高一級 那些狐狐仙 都要聽她吩咐 所以從此 小神仙走了之外 這三個狐仙 就跟著馬衛青小姐 不知道是否叫狐狐 還是保護她 即是保護她 他們都說到是保護她 那究竟是否相傳 當年在銅鑼灣的皇室寶 出現狐狸仙事件 其實先說小神仙 為什麼會在銅鑼灣的皇室寶出現 為什麼會在銅鑼灣的皇室寶出現 你知道嗎 相傳其實 不知道是雲石突然出現 是 第一個地方不是這裡 第一個地方是在湖文府 為什麼是湖文府呢 即是湖泊別墅 對 湖泊別墅 你姓什麼呢 湖泊別墅 姓胡 沒錯 對 他們當時是湖文彪 湖文府 兩個 他們知道他們要供奉這個狐仙 其實早就在湖泊別墅供奉了 但是由於其後拆了 還是什麼原因 就走了下來 才走到銅鑼灣的皇室寶 而其中一隻就走掉了 因為其他的已經被修復了 就說過了台灣 我們接下來星期六 都過台灣 就是去狐仙廟 拜狐仙 對 就是去拜狐仙 其中一隻就說走掉了 而當中 就是 不知道怎樣 就變成了 馬小姐的 托世 可能是這樣的 可能是這樣的 或者變成他 要供奉 跟他說 胡主就是你了 就是認了他是胡主 這一段 這樣的故事 我們當日有問過他的 但是他的答案呢 看完了 沒有了 最精湊的部分 看不到的了 是啊 這只是恐怖在線 每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到一個小時 免費節目的說話 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 大概11點 達8個字 可以去到admundpun.com 至於在Facebook 只要你Like了我們的專頁Hotbase 都可以看到的 另外Vchat的火嘴網 以及BigBigAir的手機APP 都可以看到大概一個小時的免費節目 但是如果你想看全集節目 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說話 麻煩你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現在聲音的月費就是30元 而視像是40元 只要你成為我們月費的會員 隨時下載 隨時看完所有節目 還有 只要你加了10元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 BigBigAir的手機APP 很方便 隨時在手機裡面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不用想 立刻下載 立刻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